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 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塑料垃圾制造者 美国纽约设立全美首个官方吸毒点 美国密西西比州拟收紧堕胎法 变种病毒再次打击了BC省渔业 魁北克发现三只感染新冠病毒的白尾鹿 谁是凶手定档12月5日上架 欢迎来到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12月2日星期四 我是今天的播报员Jenny 热点资讯一站锁定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首先为您播报头条新闻 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塑料垃圾制造者 根据数据分析 美国在2016年制造了约4200万公吨的塑料垃圾 比欧盟国家的生产总和还多 如果平均到每一位美国公民 约等于美人每年丢弃130公斤的塑料垃圾 在2016年至2021年间 由于更严格的环保规定 以及可降解材料的使用 这使得美国的塑料垃圾数量有了显著减少 但是美国的塑料垃圾问题 仍然是世界环境保护中心的焦点 以美国目前的垃圾制造速度计算 相当于每一分钟就会有一车塑料垃圾被倒入海洋 鉴于这个事实 该报告也指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步骤 包括使用降解更快且更容易回收的材料 以及减少一次性塑料的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 该报告还特别强调 如果美国没能成功控制塑料垃圾 那么其他国家的努力只会无济于事 接下来是国际新闻 美国纽约设立全美首个官方吸毒点 美国首个官方吸毒点诞生了 当地时间11月30日 纽约市长白思豪宣布 曼哈顿将开设首批两个受监控的注射场所 并取名为药物过量预防中心 据了解 这两个注射点是一位鸦片类成瘾者提供干净的针头 医疗护理 成瘾治疗和社会服务的安全场所 白思豪还表示 12月1日以后 这些OPC场所将成为那些瘾君子的避风港 但面对纽约市这一举动 有人欢喜也有人忧 由于毒品滥用问题一直是北美地区各大城市的首要担忧 而最新的数据显示 在2021年的前三个月 整个纽约地区就有近600人死于药物过量 但美国如果全面开放OPC项目 也意味着成瘾类药物将会变得更加难以限制 有民众抗议到 瘾君子们不但能在OPC场所买到毒品 还能在一个受到专业人士的照顾下 安安全全地注射这些毒品 然后再走出去 在附近继续进行不法行为 这不是自由和关怀 而是领导层的无知和不负责 美国密西西比州拟收紧堕胎法 美国最高法院周三就密西西比州 修改堕胎法例举行口头辩论 密西西比州提出将怀孕24州堕胎禁令提早至15州 9名大法官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 部分对此明确表达支持 报导指最高法院可能会推翻在1973年保护堕胎权的裁决 由前总统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卡瓦诺认为 宪法没有保护堕胎权利 堕胎的规定应该交由国会和各州司法机关决定 保守派首席大法官则指 堕胎期限由24州提前至15州 没有严重背离胎儿在母体外不具生存力的规定 而且认为孕妇在15州已经有足够时间考虑 报导指密西西比州的诉讼案明年6月才会有裁决 但在最高法院保守派占大多数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支持收紧堕胎规定 下面为您播报加国新闻 变种病毒再次打击了BC省旅游业 受到新型变种病毒Omicron影响 加拿大政府在今天上午宣布了新的防疫规定 要求来自美国以外所有国家的入境旅客在抵达时 必须接受核酸检测 无论是否完成接种疫苗都必须进行强制隔离 等确认结果为阴性才能自由活动 这项新规预计将让旅游成本再度提高 导致民众出行意愿下降 虽然目前新规定还不适用于每家之间的旅行 不过加拿大方面认为 根据统计结果 长期往返两国的旅客是造成本国疫情加重的主因 如果不加以规范 可能会让变种病毒在境内又一次失控 不过禁止美国旅客入境 也同时对本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因此重新审核并制定合理的出行规定 是目前最重要的议题 魁北克发现三只感染新冠病毒的白尾路 当地时间11月29日 魁北克环境研究局通过记者会发布了一项新的报告 在11月5日至8日间 他们从一群居住于魁北克和美国交界处的动物进行了核酸检测 29日上午 加拿大动物疾病管制中心 确认了目前至少有三只白尾路感染了新冠病毒 这也是加拿大首度在野生动物中检测出确诊病例 由于这些动物的栖息地在美加边境 活动范围覆盖两国 因此无法确定感染源 目前已知动物感染新冠病毒后 一般不会出现症状 不过极有可能会将病毒传染给人类 因此加拿大将这个情况上报给了世界动物健康组织 并广发通知提醒本地猎人 在处理猎物时要注意 做好防务措施 避免接触感染 最后为您播报娱乐新闻 《谁是凶手》定档12月5日上架 由爱奇艺出品赵丽颖、孝央、东子健主演的网剧《谁是凶手》 昨天晚间正式宣布将在12月5日开播 每周上架两期 《谁是凶手》是一部以罪案为主题的悬疑类型剧 讲述了一桩尘封的旧案在17年后再度引起波澜 三位各自有着不同背景的主角要在合作破案和彼此防备中挖掘真相 虽然是以罪案为主轴 不过制片人在发布会中表示 比起推理凶手 本片将着重于对人物内心动机的挖掘 让观众带入角色的情感和人物关系的纠葛中 塑造情绪悬疑的氛围 希望能给喜欢悬疑类型剧的观众一个新的切入点 也能为爱奇艺的迷雾剧场带来新的视角 大胆探索新的剧集形式 《谁是凶手》将会是迷雾剧场在多部温暖现实主义和小说改编剧后 再一次回归本行 符合迷雾定位的剧集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见